到了到了 快到了快到了 穿著綠色外套男子 就是在新竹間時 相受困七天的登山客 能撐這麼久 除了幸運找到公僚棚躲避外 關鍵還有一包花生 男子說他每天吃二十顆 狗吃十顆充饑 人狗才平安度過這場災難 主要一個就是花生提供 他比較高的一個熱量的一個來源 核桃杏仁啊 堅果種類的話 其實都是屬於同一類型的食物 從男子獲救時輕便裝備來看 他能全身而退相當幸運 負責陽明山區救援的消防隊 每次出動救援 從頭到腳都是裝備 消防隊建議登山民眾背包裡 一定要帶礦泉水 手電筒 雨衣 最好結伴同行 還有山區天氣瞬息萬變 過程中要隨時觀察天氣變化 如果不幸受困 例如手電筒啊 當夜晚的時候 我們在尋找的時候 它可以發出那個光線 讓我們知道它所受困的地點 高山比較低溫的地方 你要盡快找一個避難的 避難的地方 此外消防員提醒 找到水源能拉長兩到三天存活期 但若要到野外密食衝擊 要小心辨認 避免吃到有毒野菜中毒 大愛新聞陳思玉 梁家民 台北報導